蒲志强律师自从去年5月初被抓捕到今天 被正式的起诉整整一年的时间 中国当局为何一再拖延他的案子 那么蒲志强他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审判呢 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 请蒲志强的代表律师莫绍平 莫律师来说明有关情况 莫律师您好 您好 您好 欢迎来到美国京 我们知道蒲律师的案子在去年11月 被移送检察院审查的时候 当时提出有四条罪名 那么除了今天正式起诉的两条罪名 其实还包括了非法获得公民个人信息罪 还有分裂国家罪 不过我们今天在起诉书上 好像没见到这两条罪名 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这样啊 我首先说明这么几点 第一点呢 就是说你们获得的信息呢 是北京检察院的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 我作为蒲志强的辩护律师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从法院正式拿到检察院 起诉到法院的起诉书 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 律师拿起诉书啊 就是获取起诉书 一定是在法院去获取正式的起诉书 所以这是我需要说明的第一点 你们获得的信息呢 肯定是就是检察机关官方的微博 但是这个应该是属实的 但是我得强调啊 我们作为辩护律师呢 还没有从法院正式拿到 蒲志强的起诉书 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呢 就是说是 呃 没有问题 检察机关的官方微博呢 呃 这点呢 我想强调两点 就是这一个方面 我想强调两点 第一点呢 那么当然 作为检察机关 他确实呢 呃 接到这个公安机关 呃 移送 扑子强案件的 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后 呃 曾经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对 那么第三次移送到检察院 审查起诉的时候呢 又 嗯 从一个月延期了15天 也就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进行审查起诉 这一点呢 可以说明检察机关对 蒲志强这个案件 的审查起诉 还是非常慎重的 还是非常慎重的 这点应该是 否则的话呢 如果觉得事实非常清楚 证据非常确凿 他是不需要 退回公安机关 两次补充侦查 甚至把第三次审查起诉的时间 又延期15天的 这是我要说明的一点 另外一点呢 那么在检察机关 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第三次审查起诉的时候呢 我们作为辩护律师 按照法律的规定 是正式向检察机关 提交了一份书面的律师意见 这份书面的律师意见 当然阐述了我们律师的辩护观点 我们认为 就是公安机关 移送审查 起诉 指控控制将涉嫌的四个罪名 那么我们认为都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呢 检察机关呢 经过审查起诉之后呢 只是 应该说是部分听取了 采纳了律师的意见 只是 起诉了两个罪名 只是起诉了两个罪名 这个我是需要 说明的第二点 也就是检察机关是比较慎重的 那么作为律师呢 我们也是正式的 向他们提出了我们的律师意见 往后谈来龙 第三个呢 我要说明程序上的问题呢 就是移送到法院审查 起诉到法院之后 法院在正式受理这个案件之后呢 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 在不延期的情况下 他应该在三个月之内 开完厅 并且做出一审判决 应该做出一审判决 这是我说明的程序上的问题 第四个呢 可能很多听众要关注 这两个罪名 就是一个是 煽动民族仇恨这个罪 另外一个寻衅滋事罪 它的法律规定的刑期是多少 我只能简单的说一下 这两个罪 它的最高刑期 分别的最高刑期 我不说它有两个档 有两个档次 确实有两个档次 我只是说简单的说 它这个两个罪的最高刑期 那么是都可以 都是十年的有期徒刑 也就是寻衅滋事罪 它如果情节非常严重 它的最高刑期可以十年 那么煽动民族仇恨 这个罪呢 它的最高刑期 最严重的刑期 也是十年 就最高的刑期 我说的是最高刑期 但当然这个并不意味着 普世强 这两个罪都是 被法院认定 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并不是这个意思 只不过呢 就是说解释一下 这个两个罪 按照中国现行的刑罚的规定 它的刑期是一个 最高的刑期 是一个什么基本情况 就是这样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莫绍平律师 非常详尽的为我们来解说 那或许我们就像您说的 在未来三个月内 我们会持续关注 这个案子的审判 还有它的一些相关的判决 那么有关于 蒲志强案的最新发展 还有反应呢 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 我们还有更多的报道 也欢迎您登入查询 或者发表您的评论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